今天是5月24號 今天換我當小主廚 我們今天是蔡大廚要教我做料理 不知道他會教我做什麼料理 雖然我看到材料已經大概猜出來了 那我們就期待蔡大廚上線囉 蔡哥剛睡醒啊 沒有 我剛剛去研究我今天的食材 看我這個背景 你以為我是一般的老師嗎 不是 我是鬆餅老師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做我們史上無敵 上班不要看 出產的最好吃鬆餅 北海道鬆餅粉 第一堂的 我們就用北海道了 我問你12生肖到一個很冷的地方 12開始發抖 誰 猴子 猴開抖 耶 來我們來看一下 材料油 好了你先準備哪些材料我看一下 雞蛋 一蛋 五零 比較有沒有圓形的湯匙 圓形的話最後會有一個效果 等一下最後再跟你說 變圓的效果嗎 靠直接被你拆穿了 牛奶跟雞蛋 來牛奶是100克 這夠隨性 好我可以接雙 好的 接下來呢你幫我倒入這個鬆餅粉 180克 這個可能要稍微瞭準一點喔 我去東京比較多耶 我覺得日本每個地方都很好很好玩 去日本我什麼寺廟啊 然後神社那邊都會跑 然後風景區都跑 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很不一樣 反正就是新的嘗試這樣子 沒錯 那這跟你來到上班不要看也有點像 因為你上一份工作應該跟上班不要看不太一樣 之前是在澳門做美中的 那你為什麼會敢來上班不要看 我覺得緣分吧 我覺得想要來我就來了 那你那時候沒有評估過說老闆啊 或是Thomas這些人是正常人嗎 雖然老闆就是有時候很愛發脾氣 但其實他跟其他老闆比起來的話 就是他其實算是很好的老闆 還可以溝通啊 就是真的其他老闆就是一意孤行 我不管我就是要那樣子 你們再怎麼建議我就是不停 而且完全不會為了員工著想的那一種 那觀眾很好奇說 那你是怎麼樣克服你的鏡頭恐懼 對於長鏡的人是誰而漸漸沒有恐懼 像比如說如果是你長鏡 我就會很 我就當作我是在跟你講話 因為我比較不會接話 所以就是大家會很懂得 怎麼讓我有一個台階下 欸還是太勾欸 不行還要再水一點 那我可以加雞蛋嗎 好啊 那我們隨便亂搞了 加雞蛋比較多會比較香 加牛奶會比較蓬鬆 那當然是蓬鬆比較爽 看你這個流速我感覺已經差不多了 嗯 有有有有那個感覺了 那你幫我們加熱 不會不會 小火對不對 對小火 好那什麼時候要下下去呢 幫我們抓個36.8秒 抓得這麼精準是有差別嗎 差一點點那個顏色就不對了 好 我要相信太大廚 對不能太熱它會焦掉 我今天是小廚 倒下去要呈現一個圓形的喔 從中間高處一點的地方倒下去 它有一點點旁邊有一點捧起來有沒有 然後中間冒氣泡 冒氣泡就可以翻面了 這個真的是我以前的經驗欸 這個就不是它上面寫的 好我幫你計時 大概抓了一分多鐘 哇期待 我聞到香味了耶 是不是烤焦的味道 不是不是不是 好時間到了 來 給我們給它翻面 哇 直接喝掉 蔡大哥 蔡大哥 這個是我們漢堡牌喔 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我現在開比較小火 你剛 你這樣影響到老師的時間判讀了啦 我剛剛是小火再大一點點 現在是完全小火 你剛剛沒有相信老師講的小火 你剛剛有點太大火了 可是它還是有點軟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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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感覺很有成就感的感覺 有欸 而且因為我很久沒吃鬆餅了 會有點想試試看 你等一下幫我們疊個兩片 其實第一片的碰度是夠 第二片看起來比較薄一點 好的 相信我們的觀光小主廚 你前面兩片我覺得表現的呢 六十分八十分 雙明老師這樣看好幾 是的 是的 所以晚上七點了之後 希望你不要讓我漏氣 做一個擺盤出來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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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次的測試 已經抓準了漂亮的色澤的時間了 耶 做好了 我做了兩種版本 一個是鮪魚起司蛋 裡面有鮪魚起司 上面還有一個 真的不是菜喉的荷包蛋 然後跟草莓醬口味的甜的 然後另外我還有唱 做了那個文字的版本 算 烤焦了 什麼Born in Quarkers 我在錄影了 我在錄影了 好 Born in Process 等一下等一下 先教我怎麼樣 折那個垃圾桶 NO錯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對摺再對摺 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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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食物放在那個紙上面 就可以 不是 比較厚 哈哈 為什麼一開場在那邊弄這個 拜託啦 先給人幫我 哈哈哈哈 你到底在幹嘛啦 我不知道啦 我本來想用那個廚師帽啊 結果現在搞成這樣子 他直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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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錄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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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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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菁瑋 小菁瑋 你為什麼不存譜 好難看呢 小菁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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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大菁瑋 你去大菁瑋 你看你看 你看我的名氣 好啊 好啊 你去打 你好啦 喔好大包喔 老闆你這個不能播啦 幹你這個廚師帽子 就用運氣 歡迎來到我們的雲端大竹廚 我們歡迎我們上部的第一美術神手 觀光 今天這個跟大竹廚配合上 有遇到什麼問題或是心得嗎 他用他以前所學的東西來教我呢 對而且我覺得你後來好像又把那個東西又更進化 有一些我根本就沒有看到的東西 沒錯 草莓醬 然後這個是加了鮪魚 荷包蛋 對現在是甜的 喔酷耶 OMG 那大家看一下蔡哥一開始教我今天有長什麼樣嗎 好好來看一下 我還有朋友 這什麼蔡哥 這什麼 就可以拿來打底 對 我今天做這個飯 我有兩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情 我現在手非常酸所以我先放下來 很想講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實蠻有成就感 你使喚一個人 然後用一用的時候 他突然間做出比你想像得更好的時候 你就覺得嚇到 所以瓜你有吃了嗎 我還沒吃 因為我下午做一個很酷的東西想送給大家 哇 對 哇 哇 欸蔡哥你到底知道他什麼啦 蔡哥 到底大家 OMG 天啊 你那個煎餅成功了耶 我要我要送給大家五個字 明師出高圖 他一點吃他就順 啊味道還行嗎 味道很好就鬆餅啊 哦 那是開嗎 哈哈哈 蔡哥有點難過 哈哈哈 他本來希望要聽到一些 哦 蔡大哥教的比例我覺得特別的鬆軟 然後又有一個大部分 風鬆度 風鬆度又夠 除了第一段有點就是超會搭贏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棒 本來想要營造很感人的 結果就好 變好好笑 超過我們其他 哈哈哈 欸不會我們真的很感動啊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說 我們沒辦法見面 而且很多什麼企劃啊 然後拍攝啊 然後那個什麼影片都沒辦法按照 大家的那個拍攝上 然後大家一團亂 然後每個人都 反而更累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賞了很多 然後還好有這個這個企劃啊 大家才可以每天晚上 一起坐在這邊吃飯 希望 疫情趕快過 然後大家今天看看的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吃飯 沒錯 好 OK 要一起吃吃飯 老闆你對TOMA 最後許一下冤枉 然後你收尾 為什麼是許 那他現在神燈呢 哈哈哈哈 好啦 這個 那我就跟TOMA是許一個願望 我希望疫情呢 可以早一點結束 然後也希望 這個走鐘獎啊 還有所有 未來什麼七八月啊 九月十月 預定能夠辦的活動呢 也都能夠順利的舉行 這個雲端主廚的這個企劃 雖然已經告一個段落 但是疫情並沒有結束 大家生活都還是要過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呢 都能夠有好心情 然後過著愉快的生活 保持健康 那我們接下來呢 也會想一些其他更有趣的企劃 好啦 以上就是 就這樣子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拜拜 耶 我們是上網路要看囉 要再 我們下企劃 按讚訂閱分享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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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